然後呢 接下來 最後一位 在跟西藏跟這個抽調關係的就是 浪达寶王 最後一位 從他滅佛以後 土伯王朝也就此結束了 然後浪瑪他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在他之前 土伯王朝的所有人 和他之後的所有人都不這個樣子 但只有他有這個滅佛的一個想法 主要是因為他自己 並沒有一個很很穩固的 或者說不是一個非常主見的人 所以他經常受到這個 收底下的大臣的不破 受到這些大臣的影響 有一些他們不信佛的 有一些甚至沒有信仰的 或者說信仰其他宗教的 所以在他們的慫勇和鼓勵 鼓吹之下 就出了這麼一個滅佛的 前三年沒有滅佛 後三年開始有滅佛的思想 並且付出於行動 最後整個土伯王朝就散了 後來跟燦成一些小邦啊 小國啊 所以統一整個西藏的土伯王朝就此結束 因此在這個之前的稱之為前紅時期 也稱之為寧馬 寧馬是藏文的一個發音 意思就是舊的意思 也就是指最古老的教派 那麼從第七世紀開始 到郎當馬的時代結束 中間大概有幾百年的時間了 寧馬派的教義本身 我們一般通稱為九秤次第 它有九個次第 從聲文秤、元絕秤到菩薩秤 這個包括了所有顯宗的內容 那麼聲文跟元絕這兩次 當然包括了所有小邦內容 菩薩陣包括了大盛佛教 那麼在密稱裡面 又分成了外密跟內密兩個部分 外密的話分成這個赤部、邪部、瑜伽部 內密的部分呢在 把這個無上瑜伽部呢 分成了馬哈瑜伽、阿女瑜伽跟阿底瑜伽 當然這些名校我們可能聽不懂的關係 以後我們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做解釋 總而言之 寧馬派的九秤次第 它就包含了所有的解剖道 以及仁天秤、仁天道等等 那寧馬派最突出的特點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所謂的大盛修法 也就是阿里瑜伽的修法 在九秤次第當中的聲文秤 跟元絕秤還有菩薩陣 跟一般顯宗的漢傳佛教的內容 基本上相似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麼藏傳佛教當中的 像其他的撒迦派、噶吉派、格魯派等等的 顯宗修法也是一樣的 萬密的士部、行路、瑜伽部 跟其他的宗派、格魯派、撒迦派、噶吉派的 這個密宗學法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甚至於內密當中的馬哈瑜伽、阿努瑜伽 很多修法基本上也大活小異吧 就是說 當然還是有各有所長 只是說差別不是很大 尤其是對初學者來說 可能看不清楚這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沒有一個像瑜伽派的大圓滿修法一樣 具體透徹的方面就是我們說的大圓滿 大圓滿在證物方面的方法非常的豐富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這個大圓滿的修法 所以這個大圓滿法1300多年前 密法開始傳到了藏地 之後從劉瓦登大師還有比馬拉木甲大師 親自將這個密法當中的大圓滿的部分 帶到了西藏來弘揚 在此之前的這個修行者 不管是漢地人還是藏地人 很少有人真正把這個密法帶回來了 雖然他們去印度也是經過了千辛萬苦等等的去學習去求道 但是包括像唐宣長法師區拿爾多師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與海勇無上密法跟內密 包括大圓滿的 但是他也沒有把大圓滿的部分帶到漢地 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吧 就是不管是眾生的根基 那個時候的運緣還沒有成熟等等 跟他們面對有一定的關係 那麼朗達瑪滅佛了以後藏傳佛教就進入了後紅期 在後紅期當中的西藏歷史上有大概四百多位的智慧卓爵 就是非常充沛的一些翻譯家學印度 在包括當時印度的借祥市或是納蘭圖市裡面很多的大學去學習 但當時印度尼瑪派的教法已經很少見了 他們偶爾會在一些修行人的經書當中或者是經檔裡面發現一兩張類似這種文字 或者是經文 但問他們是什麼的時候他們都會說這個是保利被留下來的 也不懂等等 其實他們也不是不懂啦 就是說在尼瑪的修持是保利不公開的 實際上在蓮花生大師注釋在釋的時候 大尼瑪其實也是不公開的也是非常保利的 所以蓮花生大師時代過了之後 在印度就很少更少看得到這個尼瑪派的教法 在過去這個很多的密法真的是保密的程度是非常的嚴格 不像我們現在這麼樣的這麼的公開 但是這個 對 他這種密法肯定是有保密的需要的 只是說因為音樂 眾生、時間、音源各方面的關係 所以到我們這個時代 現在大家很能夠看到這樣子的精神的文字 或者是一些資料 但是這個到底是好還是壞呢 這個就不好說了 總而言之 但是在藏傳佛教當中 真正弘揚過大圓滿的就是尼瑪派 所以尼瑪派有不共的序幕 二十四卷 卻沒有列入當時藏傳佛教的大蕩經當中 沒有大蕩經的甘豬的目錄裡面 因為這些前輩的高僧大師們 他們認為尼瑪派這些提法們 基本上跟概念很有關係 是密宗當中的絕密的部分 是非常祕密的內文 所以不能收入在大蕩經裡面 應該要把它單獨列出來 包括現在在德格映經院的序幕當中 除了有幾部尼瑪派的序幕以外 其他都看不到的 他都是單獨努力分開報酬的 那麼在經過前侯時期 這麼長時間的佛法的推廣、弘揚之後 藏區的藏民幾乎加加戶戶 南米老少都無限佛教 那前侯期 當當瓦滅法到後侯期中間 大概有60年左右的空白期間 這個是西藏佛教的黑暗時代 那個時候西藏基本上沒有縫法 當當瓦把過去所有的金堂、師廟 或者是佛教的聖地 像包括前面所說的 喪嚴師、大道士、小道士等 全部都關閉 關閉之後 還在這個牆上、門上 畫一些出家人 然後喝酒、達力、老女人等等 那種不雅的、不妥的這種畫像 反正用各種方式來疑毀、無名的佛法 所以在這個60年當中 西藏帶基本看不到出家人 那那個時候的佛法是怎麼樣傳承 怎麼樣保留下來的呢 在放傳佛教的歷史上 其實有兩個類的修行 這個我在之前 在一些問答的視頻中 其實也強調過 也說過 一種是出家人 第一種是在家修行人 兩種都是職業修行人 就是說他們的專職一天或是思想當中 更大的時間跟經歷就是用在修行上的 只是說一種是選擇出家的身份 一種是選擇在家的身份 那麼這類的在家人 雖然有家庭 但他跟普通的家庭的在家人 是不一樣的 他們也很認得的修行 甚至因此還有一些非凡政務 不同凡響書社的成就等等 所以呢 在藏傳佛教這種最困難的時候 在黑暗的時代 在家修行人 他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藏傳佛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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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貢獻、功勞、前紅旗的法脈、佛法才能夠延續 因為當時勞達瑪滅佛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 可是他打擊力度非常的強烈,也非常的殘酷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勢力、權力、地位都非常的大 是一個土波王朝的皇帽 所以他那種手段影響是非常的深遠的 那佛法的這種內戴的精華部分 藉由在家人、在家修行人流傳下來 那麼出家人的戒律部分怎麼樣留下來呢? 那個時候西藏拉薩門一帶因為滅佛運動的關係 當時有三位的出家僧人帶領一部分的佛經 逃到了現在東藏就是青海這一帶的地方 在那邊帶了很長的時間 他們當時的希望就是說 度過這個黑暗期、這個空調期之後 有機會再把佛法傳回西藏 所以他們把佛教有關藉律的一些經書都帶出來了 然後在這個地方閉關了很長的時間 等到西藏滅佛運動結束之後 他們又再結合了漢地的出家僧人 組成了在佛教裡面叫做捷摩開壇 然後再把這個戒律再重新傳回西藏 所以在現在來說的話 西藏出家人的戒律有分成兩類 一個叫上傳承、一個叫下傳承 那麼他就是因為當時這個歷史變故 他就是因為當時這個歷史變故 他就是因為當時這個歷史變故 在從這個印度傳過來的 這個出家戒律的傳承 就是另外一個傳承 那麼當時那三位僧人 再結合一位漢傳的比丘傳回去的 以此分成兩個 一個叫上傳、一個叫下傳承 這輪只說是樂點 ち een首歌 聽說是樂點 他就是樂點 他就是樂點 在大吉 節奏 故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